不過在川普其實之前 他有特別提到 臺灣搶了美國的晶片事業 那麼最近一次的這個電視辯論 他又提到說 大陸晶片是跟臺灣買的 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是錯誤的 我們要請教湯老師 川普在這一次的這個辯論 其實市場大部分解讀都是 他是輸給賀錦麗的 但是川普一方面是不認輸 他還是堅持自己沒有輸 但是一方面他又說 他下一次不要再參加辯論 那就表示他輸了 對 如果贏的話 就是很願意再參加 那我現在要分析一下說 他為什麼會講出這些話 而且為什麼他自己感覺到 他輸了 這主要的就是 我們要看這個選舉的過程 因為選舉過程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你剛開頭的時候 你要鞏固基本盤 可是現在已經選到 快要結束了 那這個時候 你的這個選舉方針是什麼 你要搶中間選票 因為你兩邊的基本盤 兩黨都已經 差不多固定了 差不多固定了 可是大概就還有 那個10%的選民 還沒有決定 那這些人有什麼特色 這些人就是最討厭顏色 他說你這個川普 反正我已經都認識你了 以前當過總統了 對不對 那你現在你怎麼還是一樣的 一天到晚罵人 那這個就是他的特色 對不對 那在這種情況下 那當然他就要稍微的安安一點 他就不能夠盡情發揮了 等於說一個捆龍手把他捆起來了 不能一直口不擇眼 那他如果不走那條路的話 他就不曉得要怎麼發揮了 對 他會有點束手束腳的感覺 對 所以我說 川普就陷入到這個困境 那賀錦麗不一樣 賀錦麗呢 人家一般對他沒什麼印象 對不對 他也沒有做很詳細的 譬如說在記者會 或者說是記者的訪問 來表達他的競選的這些他的證件 那這一次不一樣 他確實的很比較相對完整的 把他的想法 把他的證件表達出來了 其實大家都覺得 他的表現是比預期好的 對 尤其在他表現的時候 就像在兩邊在交鋒的時候 他咄咄逼人 他對川普他毫不留情 就提了很多很多的這個問題 讓川普覺得還被他激怒了 就有點讓人家 好像有點掉入他的圈套 對 你怎麼這麼容易就被激怒 那你這個當總統 當然人家就會打個大問號 對不對 好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把他們兩個人 怎麼樣一個定位 就是說這個賀錦麗 是從吳到勇 就原本沒有印象 現在有印象 可是川普 是從有他沒有到好 他就在那邊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了以後 他沒有給民眾 沒有給觀眾 帶來一個新的 或是更好的一些說法 因為捆龍手把他捆住了 他的特徵 他的特性表達不出來了 所以我說 這裡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原因 就使得川普 他沒有辦法占到上風 他以前對拜登的時候 對拜登的時候 凶得很 對不對 可是現在 好像是露氣的 所以他的角色是有對調 他現在反而是有點川普化的感覺 對 拜登化的感覺 就是他現在被很多媒體 說成他就是以前的拜登 以前的拜登 以前川普變成拜登化了 川普變成拜登 所以我說拜登又回來了 所以這個情況不一樣 那現在就是說 跟我們台灣有什麼關聯 其實這一次並沒有來強調 我所謂強調的意思 是說你剛剛講了 說什麼晶片什麼的 那個是他們老早就講了 而重點是說 因為台灣牌有台灣牌的 他的戰略的效果 可是這一點他根本就沒提 對 他講的跟中國有關的 也都是講這個貿易 並沒有說 中國是最大的威脅 然後我們要打台灣牌 我們要來制衡中國 這些東西沒有 這些東西沒有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 雙方兩個人都希望平穩過度 平穩過度 我選舉的時候 我不要去刺激老共 我一刺激老共的話 他們就可能會大舉的 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來介入美國 所以兩岸太敏感的話題 就不要去提到 根本沒提 根本沒提 所以我說他們就希望平穩過度 然後選完再說 對不對 選完了以後 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可是我現在 我低調處理 另外還有就是 美國的主流媒體 對川普是非常不友善 你看他看得出來 他提了很多的問題 川普就等於說 他後來抗議 他說我現在是一對三 賀錦麗加上兩個提問的記者 他說這個不太公平 他就講到了這個方面 那就是讓人家感覺到 就是說你看 我們這個主流的媒體 對你並不是很欣賤 還有一個 這個年齡 他們兩個差差不多20歲 對 對不對 差20歲 之前川普可以消拜登了 他可以 可是現在反過來 那叫賀錦麗比他年輕這麼多 現在誰最老 當然變成川普最老了 對不對 而且他還顯出他的腦態 可能太累了 就有點讓人家感覺到 不像以前那個樣子 虎虎生風 那現在沒有了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當然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賀錦麗的表現 確實要比這個川普來得更好 而且我們要看結果 當然剛剛前面有先進談到了這個股市 還有民調什麼什麼等等 可是還有一個跳船 或者說是表態 跳船是誰 是美國在老布希的時候的副總統 叫做賀錦麗 他表態 而他跳船 其實還不是表態 他跳船 那表態的是誰 就是泰勒斯 泰勒斯以前已經表態過了 可是這一次 他就差點辯論完了以後 他影響力很大 影響力很大 他兩億多的粉絲 對不對 他隨便弄一弄這幾十萬票 所以說這裡頭 我是覺得說 這個大致 我們可以 以這一次的辯論來看的話 那確實賀錦麗勝出 可是這個勝出 並不代表什麼 就是因為川普 可能還有其他的把戲 他要跟你耍一個把戲的話 說並 一個多月的時間 對 而且他又說了 他說如果我沒有選上 他以前講了 現在不敢講 我沒選上的話 美國水流深河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當然太過分了 對不對 好 而且這樣子下去的話 當然讓我們感覺到 就是美國這裡頭的 選舉的結果 要如何 比較能夠安穩過度 是兩邊的拉鋸插大 讓你川普閉嘴 可是現在差不多 所以說現在他們選舉的結果 還可能讓很多的人 會有一些優利的 我們來關心隨著吳軍攻入烏克蘭 大家說距離俄國的首都已經很近了 所以都傳出說普親要戰敗 所以現在各國都把肢解俄羅斯 這樣的一個言論在討論 不過我們要請教唐老師 跟俄羅斯這個交情很好 中國大陸為什麼也被傳出說 他們也要分一杯跟 他就把這個問題變成一個國際性的 也就是說這個是西方的陰謀 他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的抗議 所以這個就對於中國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就可以說是更加的固化 其實中俄之間 確實在西伯利亞這裡 是有一些問題的 為什麼 就是說因為東西伯利亞 因為西伯利亞很大 東西伯利亞就剛好是在東三省的上面 那東西伯利亞面積有多少 將近700萬平方公里 很大很大 人口只有650萬 人口很少 可是整個東三省有一億多人 比他們多出很多倍 而且雙方之間的貿易 都是中國的貨品銷到俄羅斯去 俄羅斯那邊根本沒什麼東西過來 而且還有一點 在邊境的這些土地 在俄羅斯那邊 就開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被中國的農民把它承包下來 當然俄羅斯他那邊是有點緊張 所以說 這個古丁就跟習近平 他們就簽了一些合作條約 所以才會想說